试炼中学功课 试炼中学功课 我看这个教师或者这个总管在这边报告 每次说功课要事前功课 但今天这个功课自为重大 大家记得在历史上 历史上1918年到1920年 有发生什么大事 当时发生了流行性感冒的大流行 世界上据历史的统计 他死的人数是五千万到一亿 弟兄姊妹 大家觉得如果我们当时活在那个时代的话 我们要怎么办法幸免不被感染 生病或者是死亡 要怎么办 所以 所以我说第一本介绍的书 你利用在1997年离世之前 1996年 他最后释放了这本书 爱心的话 所以我们要学功课 这本书你要看 这本书是会3087 爱心的话 爱心的话 那重点提一下 他这里面开始就提到团体生活 团体生活 团体生活就有很多人很多事 我们在这个当中怎么过团体生活 我们可能会跟随人 我们也可能去接触人 但是怎么样接触 怎么跟随人 很可能 如果我们自己不清楚 我们就被感染了 我们很可能走走走 我们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阿妹 好 请那个片子拿出来放一下 阿妹 来 下一张 我自己把它编排下来 我们一同来练一下好了 来前一 我们要从在海外所发生的事 看见一些亮光 学得一些功课 好 这边这条主线就是真理 所以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唱诗歌 好不好 很好 很享受 很快乐 很喜乐 但是如果 我们对真理如果没有认识的话 我们很容易偏离 大家知道造会是什么 真理的注释于根基 今天造会 在时间里面一直的延续 我们对于造会的真理认识 当时是在李利庸他的发表 是讲这个造会 其实要有点概念 它是两面讲 一面是讲一个造会 宇宙造会 另外一个面讲 是在地方上显出 是讲一地一会 就讲了立场的问题 李利庸他在评断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是根据历史的事实 然后根据真理来评断 这边我又把话题又讲出去 就是说那大家知道这本书 大概我想除非你 我们当中得救 大概可能要超过至少25年以上的 你才会手上有这本书 当前被判的发酵 因为好严重 大家现在读的民宿记里面 你看一到九章到十四节 他把这个资格装备告诉我们了 从十五节开始 然后从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 到十四章里面就讲了很多的失败 还不止这样子 十五章安息日方面的失败 十六十七就发现了背叛 对不对 到十九二十的时候 你看米利庸背叛了 亚伦也背叛 甚至于到后来的时候 连摩西都击打磐石都得罪神 所以到了二十六章的时候 什么 再次的数点 说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 若我们对真理不认识 对很多的历史的事实 我们不认识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像那个筛子一样 一筛 我们就不见了 所以说 不是讲故事 是一个功课 是一个教训 大家一定要牢记 那这个 我手上因为还有些书 但是我只有这两个 就是三零五十跟三零六六 会 教会类的 那这个 我们去读这样的书的时候 我才发现 李弟兄真的是 每次碰到功课的时候 他真的是神给他 很大的恩赐 给他很大的智慧 他什么都不做 他都是回到圣经 所以他回到圣经里面 他竟然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事实 把真理的点都点出来 然后让我们就好像预防针 一针针地打 打到我们现在 这个真的是金刚之体 什么都不怕 那我今天在这边也是一样 有些的时间 我跟弟兄姊妹 所能提的 就是大家在真理上面 一定要下功夫 特别对于赵慧的认识 今天的话来讲 所以你看 去年感恩节的时候 在美国 他释放了基督的身体 最近又释放基督的身体 其实赵慧延伸来讲 都讲基督的身体 李弟兄1939年 看见基督身体的真理 但是李弟兄那个时候 大家听不懂 所以他也没办法 再释放多信息 直到1984年以后 李弟兄才找到实行的路 所以带我们走新路 那今天来讲 你看 这个二三十年过去了以后 我们还在进入这样的信息 但这样的信息 我们不要是 认为是以前的 今天对我们都要是新的 因为有新的亮光 这边很快的就是提一下 就是从这个教会的历史看 从第一世纪开始 连这个使徒们没过去 那这个赵慧对人的认识就误解了 二十年里面你看 提摩太后书 约翰一书 启示录 那这边约翰一书 二书三书 都有提到 启示录也都看见 这个赵慧 就是真理是一回事 但是彰显出来的都不一样 我们几年前去这个土耳其 看七个教会 就是历史上启示录的 没有一个教会有了 连在哪根基 都是经过别人推测而已 所以说 给我们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提醒 所以说 历代的圣徒对赵慧都是私密的 所以就表示我们对赵慧的认识 真的是要花功夫 好 下一张 那这个 李弟兄就从新约圣经里面来启示 那原理上我们来 大家很快地练过去好了 来 一 造卫是神所计划要求的 二 造卫是奥秘制神的方式 三 造卫在宇宙中是无意的 在人群中却是一地一位 四 造卫在宇宙一地一地出现 每个人都完成无侠 五 造卫乃是一个大家庭 六 那这个 其实大家知道一谈到造卫 以佛所书 是不是 造卫也有讲到造卫的七方面 是不是 那这个真理我们都可以认识 那李弟兄在后来的很多的信息里面 不断地释放 就是包括这件事情结束 史迈克弟兄1957年 他离开了之后 1958年李弟兄去欧洲 美国访问完了以后 回来他就释放神的建造 那李弟兄那时候真的是 看见了基督身体 很多的这些异象启示 那 可是当时为什么对这个造卫 真理的认识不清楚 它最主要是什么 一个是坚持 一个是太坚持 那 某一面要坚持 大家练一下 只有一件事 不认容让 就是非得的事 和道德的事 那太坚持呢 某些真心多事做法 所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对 好 下一章 好 下面这边 最上面这一章我们念一下好了 真理的准则 造卫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出现 乃是独一的 我们站在一定 造卫的立场上 接他所有的幸福 好 好 OK OK 真的 真理的人我们再点一次 太重要了 真理的准则 造卫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出现 乃是独一的 我们站在一定 与造卫的立场上 接他所有的信徒 好 那下面就是 李弟兄它就是 根据这个原则 把这个基督教的历史 就做了一些叙述 那这边我想 今天在这个点上 我不特别地去琢磨 那就说 简单把它写出来 你看有异端产生 然后后来为了要统一 这个君士坦丁 这个大帝 结果就搞出了基督教 统一了 是人的手 但是后来有人又不行 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 结果又搞出国教 所以有人觉得国教不行 结果后来又各种各派 所谓自由团体 好 下一章 那我们现在比较要提的就是 已过十六篇跟十七篇 今天都讲到在台湾 这个十百克来了给我们的帮助 但是造成了一些问题 那这个就是 他就介绍一下 就是说十百克它是什么样的情 它是跟冰路一师母有关系 所以我把它 他们是内地生命派的 那他在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得胜报 那他特别是对基督的主观使一面 比较有深切的认识 但是十百个地方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跟着他 那后来他弄个见证报 然后他对基督的复活等等方面 比较这个 有更进一步的看见 但是很稀奇的事情就是 他跟冰路一师母 竟然他没办法跟他在一起 就走另外一个 那我们人很容易犯这样的问题 好 下面就是 来了这个年代字就讲 十百克弟兄的接触 那这个大家知道 尼弟兄 他去欧洲的时候 跟十百克弟兄有两次 就1933年跟1938年 那尼弟兄他就讲了 他说他发现 这个十百克弟兄 就是他想把造会的意象跟实行 跟他交通 希望能够接受 但是他知道 没有办法跟他 那尼弟兄也没有去 怎么样 1935年是 他本来要去 后来因为中国大陆 有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没有去了 好 下面 这边就有讲了 对不对 那时候弟兄们也觉得说 要邀请他来 这个 那尼弟兄就告诉他 事后还没有到 那到了台湾之后 那也是很多的 都会读一些海外的这些书报 大家就觉得说 要邀这个来 那尼弟兄因为他 他跟在尼弟兄身边 他知道很多的事情 他刚开始告诉他们说 这个可能不太合适 但是大家一再要求 尼弟兄他很开放 一点都不狭窄 他就来了 但是 55年第一次来 到57年的时候 他就有备了 他就摸了两件事 大家知道 第一个是 在聚会中 这个军人在屋里面戴帽 第二个就是摸 召回地上 那这个事情就 李弟兄做了很多的写 这方面的发表 就是说 其实 为了要保守那个合一 十百个弟兄就是 这方面 就是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不说好难过 他就要说 结果一说了 结果就带来我们很大的难处 就是让这个主的恢复 从这个1955年开始 之前所建立的 这么好的根基 就花了十年的功夫 甚至于到了1967年 十多年 都没有办法说恢复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谨慎 那这1958年 刚才我提过了 可是在1958年 李弟兄回来这样子 结果李弟兄释放信息 结果有一些这个 李弟兄当初带的一些弟兄们 他们跟这个400个弟兄 都有些联系 但是呢 这些人就是 借着这种信件往返 也不知道是传话 还是怎样的 就是让这个400个弟兄 就好像 对这个 主恢复在台湾的 这个很多的实行 就开始 就是信件上面会写出来 有的是写到这个 菲律宾 有的是弄到新加坡 甚至台湾的都有 那就是信件就会 到了这个李弟兄的手上 到后来的时候 李弟兄看到这些信 就是 他根本这些信件就是对 李弟兄就是 不只是反对 都还攻击了 好下面 那这个 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1964年的时候 既然 纽约相见了 那这个李斯百克也 也就是憋不住了 就问说 为什么你都不再邀我 再去台湾呢 那李弟兄就讲说 把那些信拿出来 就跟他一次讲清楚 那就是 以后就等于说 大家不会再来往来 因为 不只得不着益处 那个 对主恢复的伤害很 那这个 再看十百克 这两件事很奇妙 你看第一件事 他说他从台湾1957年 离开的时候 上了飞机 他就发现说 堵在他里面的说话 水流就停住了 但是他后来讲说 他说我应该要换个地方 那李弟兄 李弟兄说 你需要改变 下面就不讲了 那1964年是 他那时候 又是要来 来这个台湾 结果主的手作奇妙 突然一下 他一个四十岁的儿子 突然就死掉了 那他就赶快赶回去 所以就没有来台湾 那这个关于意志 错误于结局 大家都可以知道 这些人后来 到公会里面 做牧师 做父牧师 很多那些 不适合的说话 我在这边就不提了 但是 我现在比较重点的 我重点的要提一下 就是 下面有些路 很值得我们来 来练一下 就是给青年人 今天劝告 好来 第一个 若是如我们生生 还去见属民的异象 有属民的负担 就应该好好的 留在赵会中 为赵会祷告 供应神明 留在赵会中 为赵会祷告 供应神明 好第二 我们以祂留在家里 进我们的本分 开进这个家 加强这个家 挽回剥落的人 这才是正觉的路 好下面 好节语 这我们都练一下好了 一 我们一定要送正路 做一条光明正大的路 二 认识赵会是神的彰显 暴露了所有神的文明 三 必须感谢什么是赵会的立场 什么是赵会的合一 我们应该对赵会有这样 適宜的认识 好 十件外界就到这里 但是 总结一下 就是 整个里面你看 你利用给一条线 就是 我们对赵会 也就是基督身体的认识 一定要在真理上下功夫 就像我刚开始提的 1918年的 世界的流感大流行 那个时候来讲说 大概十分之一的人会死亡 十分之一会死亡 今天如果在赵会里面 在主会部的重赵会里面 如果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家问问自己 我会不会阵亡 朱摩西弟兄有一次我听他讲 当年他在香港的时候 因为要翻译 请他来翻译到台湾来 本来一年讲好的 结果一年后他要回去 结果弟兄说 你再留下来好了 可是就在他留下台湾的时候 香港就发生了风波 他说 当年跟他同辈的年轻人 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他说如果他回去 他一样也出去了 这是神的怜悯 保守了他 今天我们的弟兄 在主的恢复里面 很尽功用 那今天 我们如果在真理上 不去下功夫 我今天讲一下 包括2006年 在美国中西部 朱桃书弟兄的 那附近的造会 也是一样 整个区域都被翻了 巴西 以国大家也知道 巴西 整个巴西的造会 这个几百处的造会 那我们当然说 求主联名我们 我们不要在那个当中 但是我们今天 真理如果不清楚 我们很可能 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不只会阵亡 我们也会很难过 我们对主 信心会失去 我们对教会都会失去 所以今天这场课 虽然很多的难处 但是我们学着一个功课 大家要对造会的真理 要下功夫 那怎么除了去读 从圣经里面找以外 也要在造会生活里面 好好来学习 如果我们今天 读很多的圣经 在造会里面 不来经历 我们一样 没有学的实际的功课 因为生命的功课 对我们也影响很大 这个花了一点时间 这个就交关给 牛弟兄 想不许多并不知 多并不知